这个学期《量子学A》 是由我来主讲 我叫陈滩生 办公室在五里白楼 四五九 一般我都在那儿 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打电话和电子邮件发给我 然后有两个辅导教员 一个蔡子欣 也在五里白楼 邵华盛也在五里白楼 他们的电话和email地址都有 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从email发给他们 这样的话可能及时地 能够给大家回答 能够及时解决问题 西提科的时间和地点 学校已经安排了 就是每个星期二的 第十节 第十一节 一个是在二教四一三 一个在一教二零三 这两个辅导教员 有时候我也会去 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当时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主要参考书呢 是我写的 现代量子力学教程 这二零零年第二次印刷 那么大家不要买错了 因为第一次印刷的应该说是没有了 但是呢 有可能还有几本 这样你买了之后呢 因为我第二次印刷之后呢 里头的内容和吸踢的增加 或者吸踢的次序都不一样 所以大家不要买错了 那么另外的参考书呢 是曾锦炎老师的量子力学导人 曾锦炎老师呢 写了很多量子力学的书 那么对于本科的学习呢 量子力学导人已经足够了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这样的本书 第二本参考书呢 是量子力学基础 是关宏老师的 这本书是写得很好的一本书 而且呢 容易看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你就知道 关宏老师在这方面呢 他有很大的功力 然后在这上头花了很多力气 讲解也比较清楚 第三本当然是很有名的 苏联的理论物理学家南岛 那么他的理论物理学教程呢 第三卷就是量子力学 这本书呢 是由中一本上下册 但这本书呢 很难看 就是啊 是你要学了之后 或者你在学的当中 把它作为一个 另外一个参考书来对照 这样比较好一点 或者呢 你是学到一定程度 再回过去看的时候 你就容易接受 这本书当然是 非常有参考价值的 因为它里头有很多 这个巧妙的那个技巧 在里头 所以大家可以 这本书是 这个第四本书呢 是迪拉克的 迪拉克是量子力学的 三个方面的一个创始人之一 就是啊 一个是这个 雪定尔 这样一个 雪定尔方程这一系列 第二个是波恩 这个 约当 同 海森伯格 这样创立的 等于相当于是一个 矩正力学 来描述这个量子力学 的内容 第三个就是迪拉克的 Q数 就是量子数的这样一个 用个符号的形式来描述的 这本书更难看 这本书一般是 学过之后再去看 或者说 我们讲到第四章之后 大家去看 比较好一点 这个第五本书呢 是Feyman的这个 无理讲义 这个第三卷 因为它 从头到尾 做了一系列的讲演 那么 它的这本书呢 主要是无理思想 不用什么数学 就是把量子力学的这个 无理的道理 这个描绘得很清楚 所以它的物理思想很丰富 大家可以参考它的 这些章节 因为这些章节的话 呃 在别的书上没有像它这么描写的 那么强劲 那么这个 这个容易看懂 而且呢 是我们这个学习量子力学的入门的一个 但是呢 它有一个 它没有数学 所以你学到最后啊 你不知道去怎么解一些问题 所以这是也是你要从别的书上来进行补充的 这第六个呢 是现代量子力学 那么这是赛克里斯所写 赛克里斯这本书呢 在他生前并没有出版 就是他去世之后 然后由我们的这个美籍华人这个物理学教授 这 段三福先生 这个 给他整理出版 这本书是很好的一本书 这个 它呢 是直接用量子力学的这个表达 语言表达出来 而不像我们是经过一个过程表达出来 所以有人就说 他这个是用量子力学的语言来讲量子力学 那么但是呢 他一开始引进这些符号呢 使大家有些茫然 所以也是说 到第四章之后 你再去看他这个 这比较好 因为他的出发点完全是量子力学的 他不讲实验 他完全是从自学的这样一种 只有在量子力学里头出现的现象 来开始出发 来讲量子力学 这是一本很好的书 大家呢 可以去参考一下这个书 再有一本呢 是西服的量子力学 西服的量子力学很全面 讲的也很通俗欲懂 西服的量子力学啊 是美国说实生第一年 他的量子力学的主要参考书 我记得我在 八四年 八五年的时候 到美国去的时候 在几个学校里头 看他们的这教学的主要参考书呢 就是西服 当然现在你看来他比较老了 人们可能用新的 但是这一本书的内容 很全面 则很值得现在 作为我们本科生来学习的话 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最后一本呢 Message 这个量子力学 它是法国人写的 这个量子力学呢 这本书呢 在我们这儿呢 有个上下车的中文翻译 这本书讲得很细腻 因此我们在学这个 学习的过程当中 你碰到 你不能一本书 从头到尾去读去 你是碰到有问题了 你觉得你并没了解 或者说 你对课堂上讲的 你不太理解 那么你去翻这件书 相应的章节 进行对比 那么你这样讲 对比下来之后 这样你来更加深你的理解 否则的话呢 就是你从到尾去看的话 是收效很少的 就是有针对性的某个章节 然后有针对性的问题 然后你去寻找 这些书里头的相应章节 那么呢 我底下呢 把我们这样一个学期的 一个教学安排 给大家出了的讲一下 那么其中测验 其中测验呢 大家都觉得是个负担 因为其中测验的话 正好是在比较忙的时候 在你们比较忙的时候 但是其中测验很重要 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在其中测验的这个时候 我们已经把量子力学的 最基本的基本原理讲的差不多了 另外呢 在这一段时间里头 是因为你们刚接触量子力学 所以呢 就有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啊 到底你们接受的怎么样 是吧 这个 来看一下 检查一下 这当然也是一个回馈 就是反馈过来 就是啊 教员到底 根据你们的情况 到底讲的怎么样 所以啊 其中测验的话 实际上是 教师和学生 同时要取得经验 或者取得教训 所以呢 这个其中测验 大家应该要重视 其中测验呢 占整个这样一门课的成绩 是25% 期末考试 那当然没问题 期末考试 期末考试呢 是整个课程的内容 全部包裹 在这个期末考试 所以它占60% 期末考试 这是没问题的 然后呢 我们的常规答义呢 两周一次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答义的时间 答义的地点 两周一次 大家应该要 争取这个时间 去答义 及时地解决问题 然后集体答义 和讲座的这个次数 那么几次 这个讲座呢 是为了扩大大家的视野 在我们这个本课的时间 实在太少 只能 只有29大节课 所以很少 那么这个 讲座呢 只能摆在礼拜六 礼拜天 同你们商量一下 什么时候更合适 是吧 集体答义呢 就像期中测验之后的 集体答义 或者平常有些问题 集中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进行个集体答义 那么这个呢 也只能占有 大家的这个 这个休息时间 这个礼拜六 礼拜五 这也不容易 因为你们选课选得很 很散 要集中起你们一起的话 也不那么容易 不过呢 我们尽量能够 争取 这个 更好的安排 然后你们商量一下 定出来 那么期末小节 当然没问题 我们在期末考试之前 给大家一个小节 把这个课程的主要内容 进行一个小节 那么我向重要 着重地讲一下 这个习题 就是每次课呢 我们都点一些习题 这为什么呢 这个量子理学 不做习题是不行的 因为它的处理问题的方法 处理问题的手段 同我们经典物理学 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个习题是必须要做的 只有做了这个习题呢 你再回过去 对量子理学的基本概念 和它用的那种手法 或者它建立方程之后 所用的这个方法 是吧 它的新的一些数学 那么这个呢 都要通过这样的习题的演练 这样使得你概念 掌握得更清楚 是吧 这个 对于解决问题呢 这个更利索 或者说更快 我想要强调一点 因为习题是有分的 是吧 所以呢 到学期结束的时候 有些人就把一本习题交上来 这显然 假如说你平时不做 你那时候交上来 肯定你是抄的 是吧 这是一意义 第二个 这对你没好处 因为在期末的时候 考试的时候 时间很紧张 你再去 这个 花时间去做这些事情 其实对你收获很不大 还是主要的是 在平时的时候 每一章 每一节课 你这个习题都做了 这样呢 汇集起来 对你的这个锻炼 是有很大帮助的 我们之所以把这个习题 占这个层级的15% 就是这道理 因为原来只是占10% 是鼓励大家 这个能够好好的做习题 是为了使大家 对这个课程更理解 好了 我们介绍了这样一个 我们整个安排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讲一下 在量子力学 发展起来之前 经典物理学的成就 经典物理学的成就 那当然大家都很清楚 这个牛顿力学 牛顿力学实际上 它是支配天体和力学 对象的运动的 他能够做到 那时候能够做到 这样一个程度 对于这样一个宏观的例子 他的运动 只要我们知道 这个例子 跟厂的相互作用的关系 我可以预言 他在什么时候 在什么地点 他的位置 他的这个熟度 要多强劲 就多强劲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 这个牛顿力学 这是不可替代的 这是第一个 牛顿力学 第二个就是阳式眼色理论 实验 阳式眼色实验 它确定了光的波动性 就是说光有波动性 是光的一个特性 而平常呢 我们的宏观物体指点 它没有波动性 是吧 它有轨道 我能够预言 它的轨道 是怎么样的 然后呢 第三个呢 就是马克思维方程 组的建立 它把光和电池现象 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 第四个呢 就是统计力学的建立 这统计力学呢 就把大量的 指点的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呢 能够用牛顿力学去描述 但是你这么大量的 指点的一个系统 你不可能 对每一个例子 你建立牛顿方程 然后去解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 统计力学的建立呢 能够很好地解决 大量指点 组成的一个系统 所有的问题 只要你知道 这个例子和场的相互作用 那么我们通过 微分和偏微分方程 我们可以解得 以后的任何时刻的状态 当然你初始条件给定 那么你在经典无理来说 大家都知道 你给出的那个结果是 无论你多喜 或者说 无论你在何时何刻 无论你问哪一个无理量 那么这个无理量呢 都可以给你很精确地回答 你可以实验做得不那么精确 但是我的理论 可以给得非常精确 那你要小数位多少 就可以多少 这是经典无理给我们的一个 最后的在你脑子里印下来的一个 很强的一个结论 就是啊 它是对任何一个无理量 可以同时给出 完全精确的结果 但是呢 当这个经典无理到原子分子这样一个围观这个 粒子里头去的时候 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它和经典理论 就是这些现象和经典理论是发生矛盾的 而且没法理解 这并不是说先是理论去探讨它 而是做了大量的实验 这些实验呢 你实验做出来 理论物理学家当然肯定要去解释这件事 但是没有一个解释得通的 在这个基础上 开始无理学家去找新的门路 而不是说一个无理学家 他开始想了 还有个量子理学 我们还没有发展呢 那么我们是不是发展一下量子理学 它并不是这样 它是走投无路了 被逼无奈 然后才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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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去 所以量子理学是发展的很长一段时间 它不是说过了半年一年 我都出来了 不是这样的 实际上的话 很多现象 这个原子不坍塌 你们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它不坍塌 这是最简单的 光谱线为什么是分离的 那么照照理光谱线 你连续变化 因为这个频率你可以连续变化 你为什么只观察到一些特定的标志谱 拿针器为什么发黄光 也就是说它有一个标志的频率 那当然为什么综合会有α衰比 这些都是经典无理学是没法解释的 人们试图通过经典无理去解释这一系列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实际上都解释不了 那么解释不了怎么办呢 那你只好就是得承认 有这样一个理论 它是从经典无理的概念 是完全不相拥的 是吧 它完全是不一样的内容 所以我们在学量子力学的时候 我们要从经典无理对比 对比是为了更好了解量子力学它的特点 你不要把思想同那个经典无理的思想连在一起 就像你假设一天到晚想到了一个离子的轨道 一个自由离子 初始的时候在什么位置 动量是多少 那好了 一个直线运动 那你马上想着 但是量子力并不是这样 所以大家要抛开这一点 我们重新建立这样的一个认识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辐射的微力性 因为我们知道辐射都是波动性 是吧 它怎么会有个微力性 这个微力性怎么去理解 又是一回事 你不要把微力想着是一个离子 是吧 你不要这样去想着 第二个就是无子离子的波动性 你我都有波动性 那大家想一想 我们平常就是有个轨迹的 是吧 你每天几个地方 你都有轨迹在走的 怎么体现出波动性呢 这个当然都是一个经典无理学 没法解释的事情 无理量的量子化 就像角动量 那角动量 照我们经典的话 I omega 那我改变这个Omega也好 改变I也好 我什么值都可以去 这角动量什么值都可以去 它怎么会是个量子化的 而且只能去某些事 不能去别的 所以我们就要建立新的规律 那么新的规律呢 当然不同于经典无理学 这样一个量子力学规律呢 已经应用到各个基础科学 而且有很大的应用 所以呢 量子力学已经成为这个有力的理论工具 是其他学科的理论工具 解决经典理论范围内无法解决的问题 而经典无理学描述的 当然只是一个近视 就像在这个阿法衰变的时候 到经典无理学来看的话 是不可能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原子核里头 产生了阿法离子的话 它的能量的话 是比这样一个位蕾要低 经典的理学的话 是它不可能创造到外头 而量子力学认为 凡是满足这个普遍规律的现象 都能够实现 这个当然是满足了 这个普遍规律就是 能量是守恒的 这一个过程应该实现 就是说 尽管这个位蕾比我的动能高 但是还可以过去 这就是阿法衰变的一个机制 那从经典来说 它当然没法解释 阿法衰变这个现象 另外一个 当然经典无理 这个量子力学 是从分子原子材的启发出来 它的现象和实验启发出来 但是它不局限的 它是控制或者掌握了 或者它说它是一切运动的一个理论基础 因此不管你是宏观的还是围观的 都受它制约 只不过我们平常是没看到它的围观 就是它的影响 对你来说为乎其为 就是你看不到 我们以后会举这些例子 那这些例子当然都是模拟的 但是你们可以看到 那的确是这样 所以这个量子物理学呢 它不仅是支配了围观世界 而且也同样支配了宏观世界 我们这儿举 磁通量量子化 底下我们在课程当中 我们要介绍这个磁通量量子化的 就是磁通量的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环 一个环 或者是同时变得一个环 外头度了一个锡 因为这个锡的这样一个 临界温度是3.8度 绝对温度 那么你在温度高于TC的时候 高于TC的时候 那么你的磁场全部通过 就是不管是环也好 环外环里都通过 但是呢 当你温度低于TC的时候 低于这个临界温度的时候 这个磁场呢 由于这个Messner效应呢 它磁场只通在这个环的外面 和环的中间通过 通过这个磁场 那么这个磁场通过这个环的这样一个 中间这个呢 那就有磁通量 对吧 那磁通量 那么磁通量当然是 在你经典来看的话 当然是任意的 你想想看 我开始的时候 这个环面积多大 我知道 我磁场一开始的时候 我把一个磁场 我随便我调了 这是外加磁场 那不是随便我调嘛 我调好了之后 它那么磁通量多大一斤 那怎么会是量子化的呢 就是说只能取哪些子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量子力学的这个理论 可以导出来 它只能取这个子 就是磁通量等于这个子 那这个子是N等于01234 就是N不能取1分之1 或者2分之3 它不能取这个 就是它是这个单位 就是啊 它是以这个作为单位 我这特别写这个 21分之2πH8c呢 是因为这个流动的时候 是一个Hoop电子队 就是啊 它本身这个运动 你看它作为一个整体的话 它是二倍的电荷 所以它实际上 你看它的单位是这个单位 这就是只能1235的倍数 而这个当然在经典来说 它没法解释 或者说也不理解 所以这个量子力学它不光是支配了这样一个围观世界的运动 也支配了这样一个宏观世界 只不过有些呢 你看不出来 那么我们学习量子力学呢 它的困难在于什么地方呢 就是我们接受它的时候啊 发现它同我们熟悉的经典力学中的习惯和概念不一样 因为量子力学它不是一个 从经典力学的概念上完全不一样 经典力学实际上我们接受的是个决定论 就是说你给定一个东西之后 底下马上应该是什么 无可选择 因为它有它的方程 和它的这个 经典力学的一套规律 所以你初始的条件给定之后 下一个条件绝对是它 没有别的 所以它是个决定论 在物理学家里头 在以前的话 从来就是觉得是 决定论是 无可指责的 就是啊 都要接受这个 所以人们不接受量子力学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不是决定的 它不是像经典力学里头那个决定 所以我们底下会看到 第二个呢 就是量子力学的新概念不是直观的 所以大家注意这一点 第三呢 它处理问题的时候呢 它有它的一套新的方法 它也对 同经典力学是截然不一样的 它所种解决什么呢 解决这样几个问题 一个体系的状态 就是你要对这个体系 回观例子或者说 你要去描述它的话 你首先要解决它的状态是什么 你要描写 在这个体系里头 你要描写它的无理量的话 那么你要利用算符 那当然我们说这个物体 它的状态并不是静止的 它随时间是演化的 那么你要解决它的演化 如果你把这三个都解决了 那你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它的精力是放在这样一个状态 算符和演化上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而不是放在轨道上 是吧 所以大家注意这一点 所以我们强调呢 就是你要掌握实验事实 它给我们的启示 不直接和主观的想法联系在一起 因为量子力学 它不是一个从第一原理出发 来这个导出来的 它是由实验的启示和这个检验证而发展起来 它的正确与否呢 是由它的结论 预言和实际应用来决定的 就是它的正确性 你首先要对它的结论 和它的预言和它的实际应用 这些如果都对的话 那你的词只好承认它是对的 并不是说它从第一原理退到出来 这是第一点 这个李正道教授有两句话 平常称着两个定理 就是啊 理论物理学家 如果没有实验为依据的话 就像水中的佛品没有根 这个还比较其次 而量子理学的发展是 如果没有实验物理学家 做出那些实验 量子理学根本不能发展起来 它走的每一步都是被实验物理学家推着走的 可以这样说 就是啊 实验物理学家做了大量的工作 做了大量的实验 交到你理论物理学家手里 你不是说都能解决吗 你解决 是这样一个 不是说我预言预示了 你的这个要做些什么实验 你把这个实验做出来 我能解释 应该得到这个 所以这个是更在量子理学发展 那么现在当然经常是这么说 理论物理学家呢 你要做出你的理论工作 你这个理论工作呢 是要由实验来检验 或者实验支持 或者你去说明实验的结果 而量子理学发展是完全是实验推动 所以我们要特别相信这个做出来的实验 就是他做出来实验 这些实验当然是可以重复的 不是说你做出来了 别人不能重复 当然人家不承认 就是可以重复的 而这样一个实验呢 推动了量子理学的这个发展 和巩固他现在的地位 他现在的地位之所以巩固 是因为现在建立的量子理论 是可以 现在是大量应用 刚开始的时候还不是应用 还只是说明现象 那现在的应用是大量应用 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要掌握量子理学基本概念 那新的概念的依据 也就是它的实验基础 它的特点 如何去理解它 那第三个呢 就是掌握理论当中建立的这样一个方程 和所用的这个数学方法 以及处理的那个思路步骤 这大家可以通过习题 照道理说量子理学也好学 而且它解问题的方法也比较规范 就是啊 它比那个电动理学也要容易 所以大家在学的时候 只要你理解了 你去做这个习题的话 比较容易 它不像 既然那种像理论理学的分析理学 那你有时候一头雾水 是吧 你根本不知道从哪儿出手 量子理学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只要大家把概念弄清楚 把它的方程和它的方法掌握了 应该说学量子理学不是困难的 就并不困难 比电动理学我想是好 我想对量子理学来说 借用老子的两句话是很贴切的 那第一句话呢 是道是道非常道 那么我们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那就是围观世界的规律是可以讲清楚的 是吧 这个道是一个道 是个规律 是吧 那么但是呢 围观世界的规律呢 不是我们所熟悉的这样经典规律 也就是非常道 就常道就是我们经典规律 是吧 经典武力 那么量子理学呢 它不是 它是一个新的崭新的 实际上量子理学 量子物理是 同览了经典武力 那么另外一句话呢 大家要是说 名是名 非常名 那就是量子理学概念 是可以弄明白的 就是它的概念 是可以弄明白 但是这些概念 并不是我们经典武力学的那些概念 所以大家记住这个 你在学习量子理学的时候 你不要老同经典地去混在一起 不是说对比 对比是好的 对比你看看两个有什么差别 你不要混在一起 这就麻烦了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量子理学 大家都知道 因为在过去那么几十年 那么基础学科呢 有很大发展 那么很多学科都是以量子理学为基础 是吧 一线器件的建立的话 那都是在量子理学基础 所以现在说 你去看中关城高科技 那它的都是量子理学为基础 但是它不知道 这是用量子理学为基础 而且这是量子理学最基本 最基本的原理 来做的 你实际上你设计的什么基础 你设计的什么集成款啊 这些都是 所以呢 就是量子理学应该说 是成为现代文明发展的基础 至少在现在是这么说的 这量子理学已经成为就是进入科学和技术前沿问题研究的不可活却的理论基础 所以大家要重视这一点 那么这个就是量子理学原理做的 扫描随差显微镜拍出来的右原子的分布 右原子 表面的右原子分布 而这是一个苍蝇的头 因为它的分辨率实在太高 扫描电子显微镜 因为电子的这样一个波长很短 所以它扫描出来之后 非常清晰 你平常的根本不可能 所以有很多理由表明 一个大学生应该了解量子物理学 对于你们专业物理的 掌握得要更多一些 所以大家还是要花功夫 这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有些人说 我以后出去我不搞围观的 我搞宏观的 跟量子理学是没关系 但是你要知道 这量子理学里头 我们讲的课程过程当中 的思路 思想方法 和它的创造性 这里头的 以前的物理学家的创造性 那给你都是一个 启发和学习的一个过程 就是你的思维方法 各方面 所以这个 而整个学物理学的 那当然是大有益处的 学物理比学别的大有益处 所以大家花点精力 把这个课程学好 这不光是考试考得好 而且你是有收获 好了 我们前头啰嗦了那么一大堆 是为了 就是大家要注意在学习当中 应该注意些什么事 另外一个提升大家的 学习的积极性 我通辅导教员总会尽心尽意地 把这个课程讲好 通辅导好 使得大家有收获 不要你花了时间没有收获 我们就开始 我们就开始 这个 第一讲 经典物理学的失效 那么我们这一次呢 是讲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辐射的微粒性 那分几个部分讲 第二个呢 是原子结构的稳定性 那分三个问题来介绍 大概时间 大概就只有这一组 那么经典物理学的失效的话呢 第一个开始的时候 是从辐射的微粒性开始 所以说为什么把量子力学 摆在1900年 是作为量子力学诞生的 实际上量子力学 真正建立远在后头 真正建立好的事 二十年代 而不是这个 1900年就已经建好了 不是的 那是开始 那开始就是 从辐射的微粒性 就是Planck提出来的 这个辐射的微粒性 那么辐射微粒性呢 我们首先介绍一个 黑体辐射 因为是从这一个问题出发 产生的 什么叫黑体呢 那就是所有落到 物体表面的辐射能量 完全被吸收 那么这叫 这个物体 我们就称它是黑体 就是你所有造色到 它表面上 你的所有的这个辐射能量 全部被它吸收 那么这个物体就是一个黑体 那么基尔赫夫呢 证明了 基尔赫夫做了大量的实验 他证明了 对一个物体 它的辐射本领和吸收率之比 视同这个物体 无关 也就是它们之比呢 是一个普世的函数 就是F牛T 那么什么叫辐射本领呢 就是单位面积 单位时间 辐射出来的频率分布 就是一牛T 就是平衡的时候 在一定温度下 那么从一个辐射体的单位面积 单位时间辐射出来的 辐射能量的分布 或者说频率分布 那么我们这就定义 作为一个辐射本领 那就是一牛T 那以后我们要讨论这个一牛T 这很重要 就是从这儿以来突破的 那么也可以证明 辐射本领和辐射体的能量弥度 就是你从表面辐射出能量来 那么它从这个辐射体内部的 这个能量弥度的关系是什么呢 就是一牛T等于四分之C 油牛T 能量弥度分布的关系 大家可以去推导推导 我想这个问题呢 一个大家可以去推导一下 然后呢 我们在西梯课上的时候 可以给大家解释 吸收率 吸收率很简单 就是照射到物体表面上 的这个辐射能量分布 被吸收的份额 就是啊 当辐射照到这个表面 那么这个辐射能量 它有一个频率分布 或者是波长分布 是吧 那么它被吸收所占的份额 叫吸收率 那就是百分比了 吸收了百分之三十 吸收了百分之四十 那么黑体就很有优势了 它吸收率是一 因此黑体的辐射本领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那个普世函数 F牛体 所以你把这个黑体的辐射本领 如果研究透了 是吧 你理论上能够解释了 那么你对于辐射 就解决问题 因为你这个吸收率 那么不同物体 它的吸收率多少 就是多少 百分之多少 就是多少 那它的辐射本领 也马上就有了 所以大家后来 为什么集中在研究 黑体的辐射本领 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我们也可以 用一能不打T来表示 这样一个 就是辐射的能量分布 就是按能不打来进行分布 大家可以去讨论一下 这个一能不打T和一牛T 它们之间的关系 大家自己去做一下 它们之间关系是什么 好 那么我们前头的概念 讲完了之后呢 我们先来讨论 黑体的辐射本领 集中精力在黑体的辐射本领 第一个 黑体辐射本领 那么就实验就测 黑体的辐射本领 那么黑体的辐射本领呢 就是一能不打T 它和能不打的关系呢 做了大量的实验 这个是只是 其中的几条曲线 这就是实验测出来的 就当温度给定了 5000K 那么好 它的辐射本领 随着能不打的变化规律呢 就是这样一条曲线 那么T等于1500K的时候呢 它的辐射本领呢 随着这个能不打的变化呢 它就是这样 所以 这300K 所以做了大量的这样一个实验 那这个是实验武力学家的贡献 首先他做出了这些 做出了这些之后呢 理论武力学家认为 我当然能够解释 因为那时候认为 这个理论已经发展到头了 所以呢 在理论上是有两个 不是说两个 我举出来两个 这个第一个 这第一种类型的呢 是很多很多 只是举一个 这个维恩 维恩比较有名 他给出来的 黑体辐射本领 那么他根据 热力学第二定理和一个模型 那给出了这个 黑体辐射的辐射本领 是这样一个公式 这是他给出来的 那当然还有很多 这种类型的 就是啊 基本原理加上一些模型 来推导这个 黑体辐射本领 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 是比较精确的 那时候我是从经典 武力出法 它是根据电动理学 和统计理学 严格推导出来的辐射本领 这是雷利金史 雷利金史 它是从这个 电动理学和统计理学 或者统计武力 严格推导出来的这样 好了 这两个公式是一个代表 是一个代表 结果发现呢 这两个公式 当然还有其他的公式 都从实验不符合 就实验出来的 我们只举一个例子 实验出来的是 这么一条曲线 你除了雷利金史 他认为 他这个是精确的公式 他得到的是什么 是这条曲线 就是在能不达大的时候 它是符合 能不达小的时候 它是你想 能不达趋向于零 它趋向无穷 是吧 就是啊 就是他这个 精确的这个 不能符合 这样的实验 那维恩的那个公式呢 它是符合 能不达小的时候 在小的时候 它符合 到大的时候 它不符合 那这两个是代表性的 其他所有的都是这样 那雷利金史的 这样一个公式呢 你可以看到 在能不达等于零的时候 它是无穷大 这就是平常所说的 在以前的 这个 历史上就称为的 紫外灾难 为什么是紫外灾难呢 你想一想看 假如我把这个物体 要加温 我加温了之后 它就辐射了 我还没有加温上去 它已经完全辐射光了 为什么你在 能不达小的时候 是代表什么 高频 高频它是 越小的时候 它是辐射本领越大 就是单位时间 从单位面积上 辐射出 我这个牛很大的时候 就是频率很大的时候 或者能不达很小的时候 我已经辐射完了 那大家当然可以问了 能不达 比较大的时候 还没辐射完 但是它要达到平衡的 它踢在一定时候 它要达到平衡 好 别的 就是能不达的部分 就要分给它 又出来这样一条曲线 只不过这条曲线 温度就下去了 可你知道 这个都是瞬间 瞬间 就可以发射完的 因为能不达小的时候 不是 它要从这样一个 它要从这个 它要从这个 能不达四十方分之一 所以能不达小的时候 它很大 因此的话 就是这样导致什么 紫外灾难呢 就是说这个物体 永远加温不上去 它只要有一点 它就发出去 所以这样一个 当然是 当然是从实际不符合的 但是呢 理论上认为呢 我们已经尽力了 这是理论物理学家 已经尽力了 就是说 如果是用经典物理的 那一套理论 你去讨论黑体辐射的 辐射本领 没有一个是成功的 那么这是第一个 就是黑体辐射的 辐射本领 就发生了这么尖锐冲突 那第二个呢 史蒂芬·波尔茨曼的 定理呢 也发现 这个从单位时间 从辐射体的表面的 单位面积上 辐射出来的能量 是从绝对温度的 四次方层正比 这个就是 你对 敌人不达一级分 不就是 也就是说什么呢 你看一下 这样一个曲线 是吧 那总的辐射能量 就是这个曲线下的面积 是吧 对这个等于 对这样一个曲线 进行一个 敌人不达的级分 那就是底下这个面积 这块面积 那么这块面积呢 你可以看到 它是从T四次方层正比的 就不同温度下 这样一个是不一样的 你看 不同温度下 这样一个曲线的话 它的底下面积 是不一样的 是吧 300K 这1500K 5000K 不一样的 但是就是它 同这个温度是成 T的四次方层 所以这是第二个 就是同黑体辐射本领 有关的这样一个现象 第三个现象呢 就是文文位定义 文位定义 它就是 就是当你温度 给定的时候 你不是有一条曲线吗 这个 这个辐射本领 那么这个辐射本领呢 在这个温度下 它有一个极大值 这个极大值 对应一个能不达 是吧 你这儿有个极大值 它对应一个能不达 这个有个极大值 对应一个能不达 文文发现 这个极大值 所对应的能不达 和这个温度 相成 是个常数 就是能不达0 能不达0是相当于 这个一定温度下的 这个辐射本领的 极大值 所对应的波长 那么就是能不达T0 能不达0T0 能不达1T1 这个等于一个常数 我们底下可以看到 这样一个等式啊 你就可以给除那个 Planck常数 就这么一个经验规律 当然这个 你量的不准确的话 极大值量的不准确 对应的能不达 不准确的话 这个数字有 现在这个当然是个精确 是吧 就是 而这个是同黑体辐射 有关的 这样第三个 那么这些呢 一系列的这样一个 实验解除的结果 总结出来的规律 肯定了 经典物理修是没法解释的 这完全失效的 所以底下呢 就要提出 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